哈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魅力导演林美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非常实用的线上魅力领导学 而过去呢人跟人之间很频繁的互动 那么透过这个用餐联谊吃饭 然后呢我们可以有面对面的见面 不管我们要谈生意或者是社交联谊等等 那么现在呢因为因为一场疫情的影响 人们呢已经很习惯透过线上来做交流 不管是谈生意或者是社团 或者是线上课程会议等等 都可以透过线上来做一个互动跟交流 但是透过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要如何产生魅力或者是影响力 甚至呢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透过线上来直接做成交 那么在事前的准备啦或者是在会中 那么这些呢都有一些要注意的一些点 今天呢就简单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些可能一般人很容易忽略的这些细节 那么让大家呢在透过视讯会议或者是课程的时候呢都能够更有影响力跟说服力 好那么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哦 呃这样子的画面每一个我们去看一下 你会喜欢哪一个画面呢 如果在事前没有先做准备那么可能呢 呃这个时间到了我就匆忙的上线了那灯光也没有调好或者是呢也没有事前先去看看是不是我对的镜头我的呃这个整体性是不是呃非常的恰当 那么或者是呃这个在左右啊上下啦这个比例啊或者是呃灯光等等这些都是在事前要去做准备的还有还有就是我们的位置要怎么来摆放在镜头前面好 那么在事前呢我们要先呃这个找到一个干净的背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么要让自己呢能够专注在镜头前面那最好就是一个办公区的位置那第二个部分呢不管你是用手机或者是电脑那准备工作不能顾虑的好那么如果用手机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呃这个支架啦好手机架要把它架好然后呢对准自己那像我呢习惯用电脑那我的麦克风啦还有我的这个呃这个镜头 对的位置在事前呢我就要来做做好一个完整的一个准备好那么在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在镜头前面构图这个部分好那是不是有对到胶还有呢确保人的视讯的位置这个画面呢我们是不是在中间还有头的部分 好或者是身体的部分好这样子的一个呃宽度好那是不是合一好那各位画面上所看到的第一点呢就是确保人呢在视讯画面当中不会让头啦或者是身体被切割到 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头顶上方呢就是最好就是有三个三个指头的宽度保留呢身体露出的范围那么画面分割成三等份把自己呢放在中间的位置好那第四个部分依照跟镜头的距离来调整呈现的画面 那么我们的呃这个整个上半身呢最好就是在胸部这个位置因为有人如果说呃太过前面好各位看一下我现在的示范好太过前面的话呢可能就是整个人呢就会有压迫感那么我们要把背呢也要挺起来好那手呢姿势好看你是呃这样子的一个宽阔的一个放放放放置或者呢是放在我们的胸前这个位置好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视讯会前要来做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好那么在视讯礼仪的部分呢好这边呢也帮大家整理出来了要留意您的穿着跟妆容那么还有呢就是呃这个光线是不是呃是灰暗的吗还是呃要不要打个灯来补灯一下好那让整个人看起来是亮的好那确保背景呢是干净的 那现在有很多人呢会用呃这个自讯的一个背景可是呢其实我这边建议是比较不要如果真的是一个正式的会议的话用那个呃背景的话有时候会把人呢也模糊掉了好那所以呢呃如果真的要加背景的话最好就是有绿幕好绿幕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背景好跟人呢能够比较相容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排除干扰好就是如果说呃 这个有手机啦或者是电话啦这些呢我们都要把它关闭好另外呢就是不要一边视讯一边吃东西好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好另外呢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眼睛看着镜头好眼神呢看着镜头对方呢就会感受到我们是关注到他的ok那么当别人在发言的时候好我们自己的的的部分呢我们就把呃这个麦克风呢关镜 嗯避免呢我们这边的声音会去影响到别人呃在视讯会议或者是上课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讲师或者是主讲人在讲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呃这个突发的声音好这个是会议礼仪当中呢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再来呢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肢体动作好那肢体动作呢刚刚我们有提到 好在我们发表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适当的呃一个手势但是如果呃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可能可以置放在胸前这个位置或者是呢我们把它摆开来那这样子对自己来讲呢也比较不会紧张ok好那适当的时候呢我们再把手势啊能够拿出来但是呢请不要太大太大的话呢也会让人家有压迫感所以我们的手势呢大部分会是在这个位置的地方 ok这是呢呃今天分享给大家线上魅力领导学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也对你有帮助也可以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我们也让所有的人呢在会议视讯会议当中呢能够了解到一些小细节毕竟细节呢就是秘诀 不管我们是透过线上会议要成功的把我们的影响力推给别人或者是我们要在线上做一个呃跟人的互动跟接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礼仪或者是事前的准备或事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呃这个方向呢都是非常重要的细节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